9点K媒体 顺其万变的处理方式 也谈谈媒体在新闻自由 和法律责任之间的分寸 欢迎赖老师 博众主播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他说郭董宣布争取 来营总统党内初选 造成台湾政坛各个鸡飞狗跳 时隔还不到一周 高雄市长韩国运的23号 发表5点公开声明 挑明自己确实有意愿 负起更大责任 不过自己没有办法 参与党内现行的初选制度 而其中最严厉的批判 使他毫不保留点出 长久以来 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 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 那么呼吁党内高层 都能够体察民意 关注社会脉动 重视庶民经济 他还特别说出这句 勿忘世上苦人多 这应该算是截至目前为止 韩国瑜把自己未来意向 说得最直白的一次 也是继台大法律系总统 勿国之后 再次重炮轰向那些 他显然十分不以为人的 政坛人物和政治对象 而且这回他对准的 还是他自己所属的政党 有人为他勇于承担大声喝彩 不过也有人忧心覆水难收 想想话都已经说到这步前递 未来想要党内团结 只怕敌不过党内心结 不知道老师 你怎么看的这枚 震撼弹被引爆呢 是的 我们看到韩国瑜 昨天的这样的污点声明 那从昨天到今天 各种解读都有 但是基本上都认为韩国瑜 他有意参选2020年的总统 只是因为目前刚刚高雄市长 才上任不久 他不太方便主动表态 不过这里面就有个奥妙之处了 就是说必然不方便主动表态 可是呢 在昨天的五点声明 又讲得这么清楚 那从好的角度 你可以解读成说 韩国瑜啊 忧国忧民 所以忍不住讲出来 可是你从负面的角度 你也可以解读说 那既然不方便表态 又表态了 这其实会不会有不恰当之处 对啊 那刚刚 伯仲主播也提到了 韩国瑜市长的声明 那么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 在声明的原本的内容里面 讲的是 长久以来政治权贵 然后开始批评这个所谓的密室协商 然后后面呢 才提到 期望党内高层能够体察民意 所以他前面批评政治权贵 密室协商 这是不是针对国民党 还是说他其实连所有的 包括民进党也骂进去了 对 这个其实是有解读空间的 你可以解释说他没有批评国民党 他是批评整个密室协商的情况 那后面呢 提到党内高层 是期待党内高层能够体察民意 重视庶民经济 可是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政坛都解读 他就是直接对党内开了一枪 而且是很重的 甚至是不是枪了 是开炮了 那也没有看到韩国瑜的幕僚 或者是高雄市政府的发言人 提出澄清说 不是哦 他讲密室协商 没有特别针对国民党 我认为本来的文稿 应该有区隔的意思 可是后来呢 是将错就错 还是觉得大家都认为 他就是对国民党开炮 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从韩国瑜阵营的表现来看 似乎是后者 就是大家都认定 他已经看不下国民党的密室协商文化 他也不在乎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韩国瑜这一次的声明 有颇勇跟党中央校正的意味 后续到底会不会影响 他跟党中央 甚至他跟郭台铭之间的互动 还值得观察 其实对于支持 无法表态的韩国瑜来说 我们知道最大罩门 当然就是身为刚选上的直辖市长 和高雄市民的任期约定 该如何解套 这方面呢 好像只能期待党中央用征兆方式 让韩国瑜被动参选 不过党政高层却经常舍尽求远 扑朔迷离 反倒替鸿海郭董排除参选障碍 可以说毫无时差 见即履即 这很难让外界不多做联想 赖老师您觉得 党中央前后的处置态度 真的能够让人相信 他是有谨守奋计保持中立吗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大概郭台铭的参选 那么党中央非常有效率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因为在国民党最落魄的时候 是郭台铭伸出援手 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用无偿借款的方式 来援助国民党 那如果在国民党落魄的时候 人家义无反顾帮助你 结果他现在宣布参选 然后你又去给他做行政上的 我不要说刁难的 我们都按照正常流程 要三天要五天 那我觉得恐怕会寒了天下人的心 可是换个角度 从韩国瑜的角度来看 韩国瑜的阵营可能会认为说 其实国民党在规划初选制度 本来就应该让所有可能获选的战将 都不会被党内初选制度绑手绑脚 我们以韩国瑜的情况来看 他在什么地方被绑手绑脚 第一个 初选如果太早举行 他不方便表态 对 那事实上 从蓝绿竞争的角度来看 蓝营也不必急着确定人选 你可以等到绿营确定 蓝营再来确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国民党办初选 当然过去都说 哎呀你应该自己有兴趣选 你就要来登记 可是是不是这样子 还是说其实国民党可以帮 有一些包括韩国瑜在内 这种他不方便主动表态的人 可是他也许被动上愿意配合的人 那么初选制度要不要把这个也考虑进去 我觉得从韩国瑜阵营的角度 他想的是制度上怎么样做得更完美 可是问题就在于 韩国瑜本身他就是有可能的参选者 然后他又亲自跳出来讲 那就难免会有人质疑说 那你怎么讲半天 你都在帮自己讲话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韩国瑜这次讲的话 虽然大致上我都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由他自己出来讲 难免就会引起比较多的这种纷纷牢牢 那是不是韩国瑜已经透过很多管道 跟党中央讲了没用 所以他只好自己出来讲 还是说他还没有跟党中央明确沟通 他就自己出来讲 我觉得这个部分恐怕是当事人最清楚的 没有错 真的是相骂没好话 一方面韩国瑜强调说 权贵热衷密室协商 离人民越来越遥远 另外李嘉峰稍早还讲出了 背后被开枪的感觉很不舒服 不过在郭董表态之后 见次集结 我们姑且称之为非绿营的反韩势力 最近也开始利用许多管道 释放出想出马 又不愿参加初选 只想等别人替自己黄袍加身 像这样的话 还说韩国瑜就是要国民党替他 搞掉其他的参选人 老师你觉得 这类的观点 当真都是来自于一些 一般实行小民的想法呢 还是根本是出自于那些 原本是党内竞争者 他们的网军或是外围团体 我们有一句这个常用的成语 叫做见凤插针 那你必须先有凤人家才能插针 那么以这次韩国瑜的情况 确实就让不少不一定是 所谓绿营或者讨厌韩国瑜的人 我身旁遇到的很多民众 他也觉得好像韩国瑜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韩国瑜愿意选 但是我不方便主动讲 其实你这句话讲出来就已经 就已经没有不方便了 你都讲愿意选那就选了嘛 那当然不少民众有这样的一个感触 可是他并不会因此有特别的 比方说对韩国瑜不满 或对于国民党党中央不满 可是假设我是韩国瑜或国民党的敌对阵营 我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挑拨国民党内部的不合跟纷争嘛 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蓝绿之间 绿的整个民意支持度很低迷啊 那民进党要怎么样奋选 我当然是希望国民党分裂嘛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民进党巧妙的去挑拨韩国瑜跟国民党党中央的关系 或者挑拨韩国瑜跟郭台铭的关系 让这个真正的韩粉讨厌国民党或讨厌郭台铭 觉得这都是可能发生的 那我们现在就看 包括韩国瑜郭台铭以及国民党的吴农党主席 谁有政治智慧来化解这种不必要的党内对立 没有错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现在每个人的情绪抒发 这个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也要小心 是不是敌人可能从当中出了一些奇招 也说不定 那我们可能很多人 其实就像我们先前指控 这个是不是有对岸的网军这件事情一样 其实不同政党之间的网军还是会互相渗透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们就以蔡英文总统很喜欢讲对岸有网军 也是一样的情况 一定是蔡英文总统的整个执政当局表现不够理想 然后呢 对岸网军或者台湾的国民党的网军 见缝插针说 哎呀你真的是做的不好 如果今天蔡英文总统做的很好 网军要见缝插针也很难 没有错啊 真的有道理 那对啊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那当这种 你质疑别人有网军 国民党现在也可能质疑 民进党是不是网军也在分化国民党 我觉得这都是选战很正常的情况 你总不能期待 这个蔡英文总不能期待对岸 都来帮他加持 都来帮他加分吧 对 那国民党也不能期待 民进党呢 看到国民党可能内斗 然后就完全不采取行动吧 你的竞争对手一定会有行动吧 那你怎么反制 你怎么很高明的 不要踩到别人的陷阱 我觉得这也是考验 整个这个政治人物的格局跟智慧 就以这一次 韩国瑜发表的声明来看 有些人就认为说 他里面其实也有对国台民开枪 这不明显 比方说他特别提到 希望党内高层重视庶民经济 为什么特别提庶民经济 显然一定是有所己 那放眼国民党或甚至民进党 相较于庶民经济的对立面是什么 恐怕很多人都会想到 鸿海集团的郭台铭董事长 可是我们看到郭台铭董事长 这次的回应也非常高明 他就是肯定韩国瑜的谈话 可是他并没有特别针对 韩国瑜所说的庶民经济也好 莫忘世上苦人多 的这几点去对号入座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一次的国民党党内的高层 展现气度的这一局 郭台铭的表现算是可宣可点 其实这场赖铭茶壶内的风暴 显然已经变成了政坛头等大事 意思是即便你不属于赖铭 也未必能摆脱他的影响或是冲击 目前左批韩右打锅的蔡总统 暂时好像还没有回应 不过他的党内对手赖神 却已经抓到了机会 他暗讽说 不单单国民党 那么绿营似乎也不应该回避初选机制 此外就联合韩国瑜同处 选民承诺和更上层楼两难的柯文哲 现在也都感叹 那么韩国瑜好像原本应该在他之后才宣布 不过现在竟然已经沉不住气了 老师您觉得 随着韩国瑜态度渐趋明朗 那么这场戏后续 有没有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暴点 或是让人料想不到的合纵连横出现了 是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初选 都引起了不少的风波 那特别是民进党的部分 刚刚博仲主席也提到 好像先前蔡英文总统一直委婉的强调 现任优先不要初选 不要民调 民调会造成分裂 那显然赖清德当然不能同意这样一个说法 那我还特别注意到 目前担任民进党秘书长的罗文嘉 就先前陈水炳总统的左右重要手 他的中华幕僚 那罗文嘉也写了一篇文章 去称赞民进党党内 争取立委初选失败 然后马上又祝福对方的一位候选人 罗文嘉说 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初选很单纯 不要搞得很复杂 那罗文嘉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亦有所指 亦有所指 就初选就大家来选 输的就马上宣布支持赢的 他说这才是民主 那这个话虽然没有特别提到总统大选 可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想到 这是不是针对蔡英文总统在讲话 那当然我们不是罗文嘉 我们不能帮他解读 我们能够有这个想象 那我要讲就是 很多人都讲啊 针对韩国瑜初选嘛 那你就跳下来选嘛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从政党的角度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 你一定是要获取政权 这是最优先目标嘛 所以包括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设计初选制度的时候 一定都要弹性 然后能够让最有机会获得胜选的人 在初选之中胜出 比方说如果我是国民党党主席 我就要想啊 这个韩国瑜很有战力 郭台铭也不错 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这两位啊 真正选出一个最适合代表国民党 赢回政权的人 我相信吴主席大概之前 像我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学者 都想得出来的点子 吴主席一定也都知道 那怎么样 不要让外界说你因人设事 同时呢 这个办法又是非常的能够 把所有可能胜选的候选人 都让他从这个方法产生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初选办法 不然的话 你以现在韩国瑜的情况 你太早办初选 然后你要当事人自己来登记 那这个可能某种程度上 就造成韩国瑜的不方便 那民众可能会讲啊 哎呀韩国瑜你不要想东想西 要选就出来选吧 这话没有错了 但我只是说 从不管民进党国民党的立场 他应该帮所有可能的战将 都想清楚 都帮他解决不必要的困扰 这才是一个政党应该有的高度 这是比较充分的一个政治智慧的发挥 好我们最后来看这则新闻 这其实已经延续蛮久 这是随着郭贝宏被扒出民事动作之后 由彭文正夫妻主持的正经开民事 在22号已经播出最后一集 同时无预警 只播了一个小时 就草草的腰斩羡慕 彭文正本人呢 曾经在脸书爆料说 总统府民事长陈菊 上个星期把民事高层较进总统府 还指示以所谓的假财报为由 要停播他的节目 还要求总统府把脏手拿开 不要一手公然在党内初选舞弊 一手又玷污台湾的眼睛 当然辅方呢 也立刻发声明 驳斥彭文正说法 要求他立刻停止造谣 同时不要误导社会舆论 说起来我们过去讨论过 这个节目从过去以来呢 其实争议性一直都很高 因此在停播消息传出之后呢 有网友感叹 得罪英皇比得罪马皇更惨 而不过相对有网友表示说 扰乱台湾的节目又少了一个 即便如此啊 初音有媒体节目 疑似遭府方示意动手整肃清楚 还是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啊 所以想这这个机会请教赖老师 您觉得整个过程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呢 是啊 我们想啊 这里面分成很多个层次啊 一方面就是说 从民事的立场 到底民事的整个治理的制度 是董事长直接决定一切 还是说呢 专业经理人的意见也要参考 毕竟我们看到民事的 针对这个彭文正教授的节目 我先前就有很多的新闻 包括说 那他们的民事的这个高阶主管 对于节目的走向是有意见的 但是呢 节目主持人却可以直通董事长 所以造成内部的一些纷纷牢牢 那到底这个节目的管理权限 从公司自己的角度 要怎么厘清 我觉得这个可能民事自己要去思考 倒是后来 民事跟彭文正 这个政经节目之间的 这种对立啊 很有意思啊 因为外界都怀疑 说是不是彭文正啊 这个主持费 跟他夫人 主持费拿的比较高 是 然后呢 以至于不合理 那彭文正也迅速回击啊 说主持费不是外界讲的这样子 而且呢 他的这个节目啊 周时成绩还不错啊 我认为啊 其实彭文正在这一波的回击当中 他不妨可以学习台北市长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先前在参选的时候 也有人质疑他账目不公 账目有问题 有弊案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做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 他就迅速公布他所有的账目资料 他说欢迎大家来查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来查 马上对柯文哲账目问题的质疑 就迅速没有了 那如果彭文正真的觉得说 民事讲他这个主持费太多 或者是赔钱等等啊 都是莫须有的指控 那其实彭文正也可以迅速提出 他的这个账目的资料 那么我相信只要这个账目 是非常的可以经得起检验的 那外界包括彭文正认为的 总统府也好 民事高层也好 相关的指控 马上就会被一般民众认为站不住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而从上一次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遇到质疑 他马上公布账目资料的情况来看 这一招也是非常有用的 好 旅程收听的是中国新闻网9点不一样 每周三为您安排的9点K媒体 今天我们从韩国瑜首度明确表态 不排除2020承担更多责任 这整起事件对台湾政坛 乃至于媒体舆论的影响 以及争论性节目 正经看民事 突然遭到腰斩提拨事件 那么由赖强卫教授带领大家 看清这一大团弥漫在政坛的迷雾 非常感谢赖老师 今天照例细腻而细腻的批评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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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a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